国家还筑成一种小型金酒同仁 分别尝赐给编书的人员 这是清代同仁原物 1822年 无限人李学川编写的《真酒同仁》艺术 对英勇的十四金学总述又做了一次总结 这时总结十四金金学的总数为361个 这个数字一直演绎到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数学的研究 首先注重数学的定位 教学时 系体在人体上点学 要求充分掌握它的位置特点和取学方法 现在 通过解副研究 使我们对学位所在的深部结构都能有所了解 这样可以避免针刺时误伤重要脏器 并掌握好适当的针刺方法 学名读音标准化和定位标准化的工作取得成果 这样 有利于各国真酒学术的交流 并促进了真酒学术的发展 现代金融数学模型的研制和教学挂图的编绘 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变动真酒精学术的模型 能生动表示精学位置和精卧分布部位 及其与脏腑的关系 小琴的真酒精学模型 对学习精卧学位更有帮助 对针刺手法的研究 要注重继承老医生的实践经验 学习者要加强练习 除了在体外进行反复练针 还要在自己身上试针 你体会真相的感觉 要求做到练针时减少疼痛 并取得良好的针下感应 手法运针是真酒临床上的基本方法 此外还有电针等法的硬末 这种针剂叫做奇内针 是一种特别短小的针 是用于皮肤铁刺流针 多用于耳鞋流针 也可用于其他部位穴位的流针 耳针之外 现在又有了针刺头部穴位 以治疗多种病症的头针疗法 新的针酒器具和仪器的研制 为针酒临床增添了新的光彩 这是亚离子激光穴位照射 电温针在临床也得到了推广 这是在应用和外线激光治疗仪 这种新的针酒方法 以传统的针酒疗法 在临床上配合应用相得益障 在继承发扬古代针酒学术的基础上 利用现代科学真实和方法进行研究 是我国现代针酒研究的特点 在广泛总结临床经验的同时 深入开展各项实验研究 从免疫、生理、生化等多的学科领域 共同探讨针酒对各系统 各器官的功能影响 研究针酒致病的机理 居已取得了多项的成果 真实麻醉的临床应用 为针酒治疗学写出了新的预章 这是现在中心结合研究的重大成果 对针酒临床和实验研究都起了推进作用 这年来通过各国间的学术交流 针酒的应用已遍及全世界 1975年以后 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举办国际针酒培训中心 被许多国家和地区 培训了大批针酒人才 第一届世界针酒学术会议 在我国北京召开 各国针酒医生和学者们 在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是针酒的发源地 我国当前针酒研究工作 包括对历代文献的整理 临床疗效的总结 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 进行激励研究等 都在深入地开展 我们相信 通过广泛深入的临床总结 和实验研究 针酒这门学科 必然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为世界人民保健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环 ih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